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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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喜歡吃日本菜的我呢 見上兩個月的壽司狼壽司推廣都幾精彩 今個月就吃著個西 再回來試試他的 歲末大感謝食品推廣 入到來 第一件事就當然是去本月推廣那裏 選點食物來試試 首先送到來的就是這個27元的平貝雙味壽司 照片拍出來好像挺漂亮 有普通原味和醬油隻燒兩款 實物看上去呢 平貝就好像小顆了 尤其在醬油味那顆 就真的大約一折半手指尾那麼長 厚度更薄一隻手指尾 吃完上個月的大大大祭之後 今次和期望就有點落差 真的跟廣告那張相片有幾大分別 雖然吃進口就會覺得都沒什麼雪味 但那些平貝就真的不算太彈口了 所以有點失望 我們也有叫這個赤貝雙味 即是大赤貝壽司和赤貝裙邊軍艦 上桌的第一個印象就是 好大塊青瓜 夾起青瓜之後呢 發現裙邊都是一小片 好像又被廣告覆上壓了 而且這件軍艦的紙菜還要淋 吃的時候我就會覺得有點失望了 旁邊那件大赤貝壽司 上面的赤貝大小都算合格 而且都算是口肉的 吃下去的時候都是爽口的 這件壽司的質素就OK 跟著我們就試了今次推廣裡面最貴的東西 就是天然藍旗吞拿魚露天刺身 是39元的 一樣是廣告的照片很吸引 上桌的時候就好像有點落差 幾塊吞拿魚都好像薄了很多 看來今天的師傅不算好慷慨了 吞拿魚的顏色都還可以 都幾有油光的 究竟什麼是老天呢 我上網查過 老天就是吞拿魚頭頂那些肉 一條吞拿魚只得兩片 被容形為口感軟滑 筋小而且脂肪多 魚味極濃 不過我今天這條吞拿魚就應該整天皺眉頭 第一口吃下去就覺得它都幾多斤 可能是我不好運了 嘗試過這個壽司的朋友都可以分享一下食後感 雖然公道講句我覺得魚肉都幾有魚味 在連續送了三次服之後 我都沒什麼期望了 跟著就來了這碟17元的特勝天婦羅小凡立貝軍艦 賣相都OK的 今次跟廣告福相就好相近了 凡立貝都不少 吃下去都幾好味的 這個食物就跟我的期望很符合了 通常壽司狼都有幾多不是壽司的食物都幾好吃 今次我就試了它的周打蜆肉湯麵 打開個碗有些白色的煙錶出來 食物的熱度是令人滿意的 麵上面有四隻蜆 尺寸小小粒 上面也有些香草和芝士甘菇 有少少西餐感覺 湯麵裡面的汁都算是幾濃郁 所以湯汁都幾掛臉 我覺得它的味道都算是香滑的 麵的質地就有少少像意粉 有點煙韌彈口 所以我覺得麵來說它是合格的 最後我也有試了它的季節限定甜品 栗子味卡達拉拿 自從上次的特大推廣之後 今次的甜品又變回正常size 甜品的顏色和先前的有點不同 是奶茶的淺啡色 味道真的有點淡淡的栗子味 幾有冬天的氣息 這道甜品我就覺得幾喜歡 今集就講到這裡 下一集見 本影片並非廣告 傳屬個人視頻分享 由於餐飲計劃時有改動 時次分享的價格和篩節 可能與最新安排有差異 與篩節上有錯漏 敬請見諒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記得CLS三部曲 給個comment和like 順便分享這段影片 以及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還有可以按鐘仔搶先看 下一集見 拜拜 下集見 下集見